作曲 李宗盛 舟夢把水記 誓去種種昨日經已死 從前人妙隨夢境失調 莫益風呂淚流淹別眉 看似一派柔弱 但也能給人一種倔強而且獨立的感覺 蘭潔英初初到時 一對水汪汪的黑眼睛 潔白的牙齒 再加上一把烏溜溜的長髮 她的獨特器具吸引了不少觀眾 清理得就像故事人間煙火 蘭潔英本身也十分喜歡自己長髮的模樣 潔英夠脫俗 像入室未深的女孩子一般 因為她的獨有氣質 越來越多的觀眾接受她 慢慢地作為女主角的第一把交舞 提起演戲 還記得《家有交妻》這個劇嗎 這個劇集合了多位免得之人 包括了鄭玉玲 呂良偉和梁朝偉 面對這般當時以大紅大紫的演員 蘭潔英仍是超級新人 但看過她的演出後 對於一個新人來說已經是很不錯了 或許她天生就是吃吃行飯的 情緣世界有你有我 這裡是螃蟹娛樂 此後人生漫漫長路 自從路向天際分飛 他日如今 他日如今 唐人未寧願 始終都會害過重於你 因此已舊夢 不須記 亦不必 天父與悲 願來願去 前世的喜與淚 在今天裡讓我盡還你 蘭潔英有一對包兄包姐 以及同父異母的兩個哥哥 一個姐姐 蘭潔英父母在1995年1997年相繼離世 父母生前很疼愛蘭潔英 中學暑假時 蘭潔英有次想去做義工 幫窮人修橋鋪路 但不識門路 只好和同學去工廠做暑假工 幾天後 父親心疼蘭潔英做工作粗了手 就不再讓她去上班 當進入演員圈時 蘭潔英作為新人 薪水並不高 母親還會經常在化妝台上 放200塊港幣給她大滴使用 父親每個月也會給她補貼2000港幣 父親會錄起所有蘭潔英 餐延的節目 雖然錄影袋儲存了多年 但她後來就全部容量 令她感到最不起不耐 寂寞 寂寞花也一樣 嫌我 是我在作多 情重 情深已不懂 深憔悴 消散也與衷 藍潔英中學畢業於隔制書院 父親準備將她送去台灣念美國學校 寄居在朋友家裡 但是她不感興趣 而是選擇出社會做事 藍潔英先是學習打字 之後又去念商業課程 甚至買過一部縫衣機打算學裁縫 而後又做過百貨商店售貨員 金融買賣等工作 1982年 藍潔英陪同朋友的表妹楊玲 去考無線電視一員訓練班 但交完報名表 楊玲臨時不去 藍潔英於是獨自參加了 第十二期無線訓練班 同期同學有 劉嘉玲 曾華倩 吳君如等 1983年8月13日 從第十二期無線一員訓練班畢業 平安十二期無線訓練 Bill & 遙遠 以降夜 恢復 三文貫進彈 长剑写酒将呼吸 多少恩怨醉梦中 木人挥手万事空 几出梦 中国香港影视女演员 主持人有亮绝舞台山的美誉 1983年7月5日 开始主持430穿梭机 8月13日 从香港无限艺员训练班毕业 1984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扭记双星》 同年与梁朝伟 张艺林 吕良伟合作 主演电视剧《加油娇妻》 1992年主演商战题材电视剧《大时代》 饰演的挪慧玲 悲情可敬可怜 让观众印象至深 并于次年 凭借该角色获得 第三届艺电视大奖 十大电视艺人奖 1993年 与张国荣 林青霞合作 主演古装武侠电影《白发母女传》 并饰演何绿华一角 1995年 在神话喜剧电影《大化西游之月光宝盒》中 饰演蜘蛛精春三十年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灰恨 你说你长平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不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可可想起总是难免的 你有何不愿望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可可想起总是难免的 在某一个梦想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答 蓝结音是位有道德又用心的演员 并不是人家所说的难搞难相处的演员 在拍《义不容情及大时代史》 蓝结音有好逼星期 认真的演戏 主场戏逐个阶段 和我剖析心态和演出的方法 翻看蓝结音在八十年代 是九十年代的访问 虽然她常以性格古怪 应激不善交际来形容自己 其实她有自己的看法 当女星们的梦想是嫁入豪门住大屋 她的梦想是读哲学 会一直未能实现 对爱情从未想过有童话式的幸福 谨守专一不二 具作想三的态度 即使曾被批名孤独中老 也不贪图半点一刻的甜蜜快味 野人像我太疯癫 我像他人看不穿 是你始终今生靠近 我方只拥有了缘分 还见我信心 曾被破碎过的心 让你今天轻轻天近 多少安慰及移民 偷偷的再生 情难至今我脚气实熟练 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要不要不要 招来招开 只要珍惜我的心 而明白我继续情愿热练 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终此一生 也不忘的意买